电影版应该有五个间角已经公布了 但在Spider-Man的传统来说 是总共有六个人 我们叫做Synastar Six 六大恶人组 Hello 大家好 蜘蛛盒不战无归有得看了 今次特意找来美猛专家王掌一起合作 做一系列的影片和大家一起去解构蜘蛛盒 而这系列的影片 除了在我们GadgetGang的频道有得看之外 在王掌的频道都一样有得看 但两个版本会有少少不同 原组的六个是哪个呢 第一就是八咋博士 这六个人其实当年在漫画书里面 就是八咋博士 发现了以他一己之力 打不赢PG 所以就找了几个同伴和他一起 去对付蜘蛛盒 八咋博士本身不是很暴力的一个人 在漫画书 很多时候他还是帮Peter Parker手 有一些电换版 即是游戏机的时候 他甚至是Peter Parker的师傅 后来因为那部机器 令他慢慢的性格暴力了 在电影里面 他一定是一个比较主角的角色 接着就是竹鹰 电影会不会出竹鹰 不知道 但在漫画书里面 这两个才是最远早的人物 他们这两个人 就recruit了其他的帮手 沙人电影我们看到 Electro 即是电王 预告片里面看到他出场 这两个人在漫画书里面 都是一个很老牌的奸角 但是你说 他奸得去哪里呢 力量又不是很大 一个电纱 一个影响电力 两个都很多时候 是容易被Peter Parker 对付得到的人物 我不期待在电影里面 他两个有很多的戏 正常 或者 補充一下 在2007年的电影里面 Serman 就被设定为 误杀Uncle Ben 的兇手 但是在漫画里面 是没有这一个设定的 在元祖的Cinestatics 最后两个是哪两个呢 一个是Mysterial Mysterial 我想上一集的电影 已经出了 他会不会再出呢 这个我们就 根据剧情的发展 还有一个是我们 暂时在电影里 没有什么看不到的 那个就是聂人王 Claven the Hunter 不要看少这个角色 因为Claven the Hunter 在漫画书里面 是为了猎杀 即是不同种类的特别动物 其中一个 他看中了很久的 就是蜘蛛盒 对他来说 试过有很多次 都真的令蜘蛛盒 落在他手上 这一个角色是一个 值得详细讲的人物 但电影会不会出他呢 暂时我们是未知道的 那我们看看 之后的发展是如何 在电影里面出了一个 就是陆魔 但陆魔在漫画书里面 其实不是元祖的Cinestatics 如果我们真的看到 他们在另外那两辑的电影里面 抽了一些人物过来 在那个Universe抽到来 陆魔是不应该抽到过来的 大家想一下清楚 但陆魔我们是见到的 如果陆魔在此再出现的时候 我们只是推翻了那一集的电影 现在我们所了解的陆魔 就是Norman Osborne 但我们很熟悉的他 很多时有一个父子情授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Harry Osborne 很多时候都是好人 而因为有他的遗传基因 以及拿了他的装备 有时候他又会做陆魔 或者是一个叫Hope Grobin的角色 我会很相信 虽然是同一个演员做的 但他可能是在未来时空里面 陆魔的儿子Harry 如果是这样安排 我就觉得整件事就讲通了 其实蜥蜴人在漫画书里面 他有做过Synastar Six 但不是元祖六人之一 但跟Peter Parker的关系是比较复杂 亦是亦有 因为他也有教过Peter Parker的科学知识 即是化学方法 他教了Peter Parker 但在电影里面 蜥蜴人已经是一个暴虑的对手 他始终在暴虑的部分 就会多一些的气氛 就像Jurassic Park的感觉 早三四年 有一段时间 蜘蛛俠其实就是八者博士的灵魂 因为他太老了 所以他将他的灵魂下载到蜘蛛俠的身体 于是他就变成了新的蜘蛛俠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就叫做Superior Spider-Man 后来他又把他的身体给Peter Parker 但是他又将自己的思想 下载到Peter Parker的一个Clone 即是说他是一个复制人的身体 但是他下载了下去之后 就成为了一个高大英俊的蜘蛛俠 然后他再用这个身份去行走江湖 当然用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就是 第一我又有钱 你那些奸角想打劫银行 不要了你打劫银行银行 你过来帮我 你帮我做我的巡警 做好人 我出钱给你 你的钱更多些 有很多奸角帮他 由他去维护世界的和平 除了刚刚说完那些奸角之外 还有很多蜘蛛俠的奸角 都做过这个邪恶六人组 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版本 就有不同的邪恶六人组 他们加上都可以人多废众 这次的影片就来到这里 之后我们还会有一条影片 是介绍蜘蛛俠的其他多元宇宙 不要错过了 大家看完影片 希望可以留言和我们聊聊天 还有要like和share 还有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次的影片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